寒冰FriendD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好久没有观战他的联系了 来,学习一下人家的跳点 这把的话对手很强啊 勘探员是目前S1勘探绑一人黄 律师是应该在前三还是前五的人黄 是S2勘探员 两位顶级勘探排在一把,只有一个人用 飞行家野人,这边飞行家第一波是吃到一刀 然后这边有跳,跟过来两跳到你脸上,这边交悬停 跳得很好,反应得很快,两边一波技能对拼 涅西带的是移行,这波移行压住位置 到脸上咔嚓一刀,可惜没中 但是,有板兼博弈 其实,哎,其实这波过板是博弈对了 但很可惜这刀没打中 那落地这边再交一个喷射背包 高分段的对抗,真的 充满了细节 两边打的都很精彩 现在的话,这个局其实我觉得 哎呦我天呦,这个 哎,这飞行家6的好好啊 有多少次,你就感觉他快没了快没了 还在6,大哥再来,哎,这波有了 妈 野人已经在旁边了,好,终于完成了击倒 但是野人这波来,其实感觉一般呐 野人能打到吗 因为这个阵容大概率是带戏弄的 哎,回身刀想要来攒一个存在感 千,顶,漂亮 那野人来了,这波赚到了 撞下来一次啊 差不多就把他投入的这个时间成本给收回来了 因为怎么算呢 就是外面有两个队友在修机 野人撞下来一次延缓的时间 是代表着接近两个人修机的一个量 但是如果没撞下来 那就是野人一个人的时间 他一个人的时间浪费了 这波打完的话 其实挂上飞行家以后要顶出去 立马逼这个野人 而且这个野人现在没有租 其他的一个自保能力不强 如果说这波抓到机会上 救不下人来 来,镜头给到 看一下野人 这边蹲 哎 蹲 打个双倒其实都不太够了 这边聂西是似乎要放弃这个飞行家 而转手来找这边的律师 一跳 那这一轮的一个击倒 好 再挂压得住机子吗 只剩下最后一台咯 这个隐形也不是特别敢交了吧 我觉得这波律师可能不太好再抓了 他得 呃,现早飞行家也不是很行了 再跳两跳三跳过来 看太远 看太远 保一手 野人修最后台机 野人这边没有给飞行家补状态的话 飞行家这个时候就全程翻箱子 全程翻箱子 不要被打出一个二挂 这样的话呢 连 一个上挂飞的缺口都没有 好 这把是求生者打的好 分一家打的好 前期牵制到位 野人打的好 把这个时间尽上添花 按一个抽刀 好看太远 这边过来一块磁铁 真的这个这个级别的对抗 有一说一看得到吧 就哪怕强如弗兰蒂 你也会感觉到十分大的压力啊 这里野人的机子倒似乎是被干扰到一波 机子不够 外面的话飞行家的点位暴露 人挂上 勘探员 修机子 野人准备救人 这里不太好再去管这个野人了 管勘探员吧 慢慢打吧 这个时候打 寄希望的不是勘探员 一个神操作什么的 涅吸其实曾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他是操作不回来的 他怎么打都回不来的 这个局只能是寄希望于求生者 在涅吸的这种 比较分散的打法过程当中 打出一些信息不对称 然后乱了 他抓到机会才行 但讲道理呢 求生者这边 如果说能够外面兴起来 机子补一补状态 有个电压室 对外面兴起台机子 然后补一补状态 对 涅吸 挂地压室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这野人状态补起来 野人可以来压这手地压室 当然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机子压好了 野人这边去救人 救手这个地压室 但是挂了这个人如果是个白板 那又好一点 那是个 对吧 看太远 过来救人的呢 是个正常人 还好一点 他骑了蜘蛛过来 卡住 哎 肥胖流 哎 这波人怎么救下来的 哎 这波我都没有看到他救人的动作 怎么人就救下来了 看太远没有大心脏的 磁铁丢 这边 碎机打不了 一个大吸 遗形还在手 两个人在脸上 先抓野人 先抓野人 这看太远短时间这些处理不掉的 落地也好 有了一刀 妈 律师这边是把门点开了 现在的话呢 瞄了一眼看到了这个看太远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挂门边 然后把律师赶走以后 再利用遗形或者底牌切船来保这个瓶 如果说这样子跳过来的话呢 那 这个野人可能要被救啊 一个 刀有野人救下来 他得挂上 切船还是交遗形 关键还有个飞行家也能顶出来的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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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太远他不是个挂飞呀 交遗形 马上切船 感觉叫一行 不够 看到足迹 知道是律师 有刀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那边人救下来了 那边人救下来了 那边人救下来 150点能量 他得把这野人先给赶走 然后无限跳再去留人 核心问题是野人你赶走那边就走了 所以刚才其实应该还是要先去把这个 这个 律师赶走了以后 再往回去打就有机会了 那你现在这边的话可能要四跑啊 野人这边过来把这个律师给救了 这不就四跑了吗 打乱了我觉得 在操作层面上面来讲 其实打的还是很精的 但是在最后的决策上面来讲 我觉得他这边乱了一点 可惜可惜可惜 好的 那么也是 哎呦 还跳地窖这野人 骑上猪你没挽留 还有一个地窖分 拜拜 拜拜